特殊奥运每天都吸引最多人来加油的就是田径比赛 其实看特奥选手出赛虽然不时会出现一些状况 不过这却是选手教练和家人联手努力的成果 而洛杉矶特奥会经过8天的竞赛 在每期时间2号星期天画下完美的据点 枪声响起100公尺决赛 左边第二位黑色背心的选手就是中华队陈嘉祥 这一组5名选手大对决陈嘉祥一马当先 第一个冲回终点成绩是16秒67完成夺金的任务 另一名选手林庆昌在第三跑道 起跑后选手都卯足全力竞争格外激烈 林庆昌最后以15秒63再下赢牌 中华队4名选手在100公尺各组决赛 搅出二金一赢和一向第五名的成绩 很多的个人技术的部分他们会比较难去理解 教练的部分必须要透过非常多的示范 非常多的亲身的去示范 带着他们一起去做 他们去理解那个过程这样子的 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困难 潘教练训练甘苦谈 像100公尺的比赛 特奥选手战力起跑跟一般蹲距式差很大 这个不说起跑后 特奥选手会跑到别人的跑道 或者是偷跑犯规 让先生忙着党人 场上的状况层出不穷 特奥会已经司空见惯了 比如说起跑动作 你可能放影片给他看 那他可能就是 我们要让他去模仿 或者我们亲自做示范 让他去做模仿这样子 让他去做这个动作这样子 没有反复训练和准备 如何能登上特奥会舞台 来自德国的这位妈妈 拿着摄影机捕捉儿子 100公尺晒跑的画面 她和成千上万观众热血的捧场 送给选手最大的掌声 构成了特奥会动人的画面 前景场上竞争激烈 而比赛有输有赢 特奥选手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最真实最勇敢的一面 经过八天的比赛 洛杉矶特殊奥运会 画下了圆满的据点 选手们相约两年之后 在奥地利举行的 冬季特殊奥运会再见 以上是东森新闻采访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